19世纪末期 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发现 印度德里存在非常严重的眼睛蛇泛滥问题 大家都知道眼睛蛇是有剧毒 所以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就受到了威胁 于是英国殖民政府就宣布 如果谁能抓到眼睛蛇并上教 就让数量给予奖励 本地人从小就跟眼睛蛇打交道 抓几条蛇肯定不在话下 随着抓捕数量慢慢积累 眼睛蛇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一开始事情是很顺利 眼睛蛇的数量确实得到了控制 但殖民政府渐渐发现 这路上的眼睛蛇越来越少 但居民上教的眼睛蛇 怎么反而越来越多了呢 原来是有的当地人从中发现了商机 开始做起了养殖眼睛蛇的买卖 以此可以源源不断地 从英国政府那里骗取奖励 但英国政府又不是原大头 知道之后就立即取消了这项政策 这政策一取消麻烦就来了 毫无价值的眼睛蛇被放回了野外 结果英国政府钱滑了 但眼睛蛇泛滥的问题 反而比之前更加严重 之所以会有这场乌龙 是因为英国的殖民政府 并没有考虑这项政策本身 所附带的激励问题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 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激励问题 激励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有的人说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分配的学科 还有的人说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决策的学科 但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经济决策 都离不开对激励问题的讨论 因此 有的人直接说 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激励问题的学科 由此可见 激励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程度 但这个问题却很有趣 这一方面激励作用 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是无处不在 中国一句老话叫无利不起早 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 人为利而动 这个利可以是钱 可以是赐 也可以是个人价值的追求 比如每个父母都知道 孩子做错了 要给点批评或惩罚 孩子做得好 要给予奖励 每个公司都知道 要用奖金去鼓励员工努力工作 每个商家都知道 降价可以促销 然后在另一方面 当我们分析问题或做出决策的时候 又经常会忘掉激励问题 在该篇提造的例子里 英国殖民政府赋予了每条眼睛蛇 一个高于它本身价值的价格 当价格增加时 激励作用会增加供给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然而英国殖民政府却忽略了这一点 这才导致他们的政策闹了笑话 有的人说 这是因为印度人太狡猾没素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英国人的例子 在二十九五十年代 英国政府鼓励全科医生提供上门问诊的额外服务 目的是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和老年人 并给予每个上门问诊的医生额外的补贴 但医生一听上门问诊可以多赚钱 就安排了大量没有必要的上门问诊 甚至有的医生在患者情况完全不紧急的时候 比如颗粒下胳膊或闹个肚子 主动提出上门问诊 结果导致那些真正需要医生上门问诊的病人 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 这会是英国的医生 他们的素质总没有问题了吧 当一个政府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 都不应该以道德为衡量 而是应该考虑政策本身的激励作用 进学之父亚当斯密说过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我的理发师之所以给我提供好的服务 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 一个人如果提供好的工作成果 忘能获得更大的受益 市场经济激励人们提供好的服务 激励企业提供好的产品 同样道理 英国殖民政府激励本地的印度人 增加眼睛蛇的数量 英国政府激励英国的医生 尽可能的提供上门服务 下面的内容 我不打算讲太多关于激励问题的理论 因为那样太过枯燥 你们肯定不爱看 所以我想用几个例子来形象地说明一下 关于激励问题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中文到学校做了一个实验 他想知道什么样的奖励 才可以更好地让老师们努力教学 提升学生的成绩 他选择了两种激励方式 第一种是常规的 比如哪个老师完成教学目标 就会获得额外的奖金 这第二种就很特殊了 老师们在开学的时候会提前收到一笔奖金 但如果有谁没有完成教学目标 奖金就会被学校再收回去 在这个实验里 第一组属于正向激励 做得好的老师可以收获奖励 而第二组属于反向激励 做得不好的老师会受到惩罚 结果发现受到反向激励的老师 学生的成绩提升了10到15% 效果要明显好于正向的激励方式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有损失厌恶 意思是说相比于得到100块时收获的喜悦 丢掉100块带来的痛苦要更加强烈 所以第一个例子告诉我们 反向的激励很可能比正向的激励更加有效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 前两天我重看了一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 电影中徐峥饰演的角色 陈勇是一个生活不如意的中年男性 开了一家卖印度神油的小店 但却没什么生意 就连房租都交不起 后来机缘巧合做起了 走私印度仿制药的生意 他走私的是一款治疗白血病的药 在国内瑞士的原药卖到了37000瓶 这让绝大多数患上白血病的人 根本负担不起 而陈勇在印度购买的仿制药 价格只有500块 在开始陈勇以5000块一瓶的价格 走私仿制药 虽然是暴利 但相比于37瓶的原药便宜了很多 这个陈勇相当于让很多原本吃不起原药 只能等死了白血病人 获得了活下去的希望 但走私药物在中国可是违法的 陈勇最终被警察抓捕 在他被押往监狱的时候 很多他救助过的白血病人 在道路两旁目送承勇地离开 两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难过 我相信很多人肯定跟我一样 忍不住共情电影中的场景 甚至有的人会想 这瑞士的原药明明生产成本并不高 为什么要卖得这么贵 为什么可以治成千上万白血病人的性命于不顾 在电影中 瑞士的原药甚至还起诉了印度政府 逼迫印度工厂停止销售防止药 这妥妥的反派角色 然而当我们回归理性 用激励问题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的时候 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根据一些国际药物协会的估算 药物公司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时间 为10到15年 平均投入成本为20到26亿美元 如此长的研发时间 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 药物公司怎么会有动力去研发一款新药呢 当法律保护原因药和打击仿制药的时候 短期看会激励仿制药工厂停止生产 减少仿制药的供应 增加药物的价格 让很多病患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 但如果长期看 却可以激励药公司研发更多 这个世界还不存在的药物 解决更多目前无法医治的病症 或许在不久之后的未来 癌症也不再是绝症 但如果没有今天无情的法律 或许人类永远都看不到那一天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同样件事件可能产生 截然相反的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 在我们分析任何政策的时候 千万不能忽略它的长期影响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博弈论中的基地问题 2017年川普夫妇访问故宫 听说是被习近平当成了小弟 归美国后 没过几个月 这川普就签署了301调查 正式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收关税 我们皇上兰家哪忍得了这口气 立马做出反击 对美国的进口商品也加收关税 随后 一场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就此开大 时隔多年后的今天 二进攻的川普在上任后没多久 就再次宣布 计划对中国加收10%的关税 中国方面也再次宣布了一系列的反击措施 相似的剧情又一次上演 其实不光是中国和美国 其他国家在面对关税的时候也同样会做出反击 比如2002年 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加收30%的关税 随后 欧盟和日本等国纷纷做出报复性的反击 在最近几十年 欧盟和美国多次发生贸易莫撒 几乎每一次出现单方面加关税的时候 另一方都会实施报复性的反击 为什么明明知道反击会引发事态升级 但被加收关税的一方还是会实施报复性的措施呢 在大国博弈中 当然不会有太多个人情感的因素 毕竟皇上和川普这种千古一帝还是少数 两国的关税博弈非常像博弈论的囚徒困境 这里可能有点枯燥 呆人一忍 在这个模型中 如果中美都不加关税 则中美的收益都是5 如果美国加关税 中国不加 则美国的收益18 中国的收益为0 反过来 如果中国加关税 美国不加 则中国的收益18 美国的收益为0 随后 如果中美都加关税 则两国的收益都为2 在单次博弈中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 最好的选择都是加关税 为什么呢 我们以中国为例 当美国选择加关税时 中国加关税收益12 不加关税收益0 所以会选择加关税 当美国不加关税时 中国加关税收益18 不加关税收益15 还是会选择加关税 结论是 无论美国加不加关税 中国最好的选择都是加关税 然而在现实中 中美双方的关税政策 都是变来变去 并没有这次说好了 就拉钩上吊100年不变 这在博弈论中叫多期博弈 而在多期博弈的囚徒困境中 双方有合作的可能 如果我们把双方看成一个整体 都加关税是最差的选择 而选择合作都不加关税 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种策略叫互惠策略 如果对方选择合作 那我也选择合作 如果对方选择不合作 那我也不合作 这是全球化时代 多数国家在贸易中的主要策略 目的是为了激励其他国家 不要妄图主动的加关税 我们都老老实实的选择合作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行为 也会对其他国家或其他人的行为 产生一种激励作用 如果你选择强硬 就是在激励别人不要随便的欺负你 大不了我跟你拼了 相反 如果你选择软弱 就是在激励别人可以随便的占你便宜 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更好地用激励作用 去分析和看待不同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的制度有哪些激励问题 第一 强大的维言体系 中国的维言体系包含很多内容 比如没有政府的批准 就不准民众上街游行 比如社交媒体严格的内容审查 在中国政府炒作股市的今天 大家可能无法想象 两三年前 我开通了一个小红书账号 分享金融资讯 那时候只要我贴到中国股市四个字 帖子就会被封 再比如新闻审查 影视剧审查等等 维言体系 让中国人不能上街游行反抗政府 不能网上发帖批评政府 不能拍电影电视剧讽刺政府 更不能调查报道揭露政府 这不就是在激励中国政府 上上下下 胡作非为吗 第二 税收制度 在中国 地方政府没有税收自主权 财政收入主要依赖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土地创收入 同时 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 主要看基地的短期增长 而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基地地方政府 更倾向于短期内大搞基建 推高房价地价 增加土地财政收入 而不是注重经济的长期发展 增加税收 第三 国有化 在中国 几乎百分之百的银行体系 都是国有的 央行也没有一丁点的自主权 就导致中国政府 可以控制资金流动 让更多的贷款和投资 流向国有企业 这不就是在基地国有企业 好吃懒做吗 或许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 但一个不缺贷款 可以轻松拿到补贴的国有企业 效率肯定高不起来 当我们可以看清楚 一条政策 一个制度背后的基地问题 就能更清楚地理解 当下很多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必然性 从眼睛蛇效应 到政府税收制度 再到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 激励作用 无处不在 一个制度如何设计 往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 最终塑造了我们的经济 社会和国家的未来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给一个关注 点赞加评论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